现在开始进行与生和一般的野外联合实习 首先进行一般的伪装术实习 伪装好点可得让我发现了 好 开始吧 二天兰 看见你了 你怎么看见的 真没经验 怎么能拿着全民的东西来美装呢 新闻卫 看见你了 混蛋 哪有肚子这么突出的树啊 你不考虑下体积 啊 还有虫娃 你呀 还是没一点掌机 伪装术是一门很深奥的功夫 首先要巧妙地将自己与四周的环境融为一体 还有注意心平气和 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 开始 我们要是让山本老师教的话 成绩肯定会好一些的 是啊 那么好的教授方法 咱们的老师可没那么好哦 什么 你们三个人是在那打科学吗 好了 上午的课程结束了 各自请吃盒饭吧 嗨 啊 饭团子变成石头了 怎么回事啊 我的饭团子 喂 你们三个 是你们把我们的河汗变成了石头了吧 一定是你们干的 新冰卫 你 你 真可惜 你要是说要的话 我肯定会给你的 我们怎么干那种事 这种做作技 除了你们 实际是不会干的 不是我们 你们干这个 我们也是受害者 啊 那到底是谁干的呢 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许吵闹 你是乱七流道场的总口道人 这是我的饭团啊 对不起 我要是知道这是你们的果饭的话 还是会吃掉的吧 其实我有好几天没有吃饭了 乱七流道场发生什么事的吗 就是给老婆赶出来的吧 无礼 是我自己出来的 我对老婆实在是没有感情 怎么了道人 难道没有食欲吗 小百合 这个是 这是炖萝卜呀 这个 这个我知道 可我想问 为什么一连十天都吃这种炖萝卜呢 这炖萝卜不是你最爱吃的吗 即使爱吃一连十天都吃炖萝卜 我都吃腻了 我想吃别的菜 不许挑剔 要是不喜欢就别惨 你说想吧 我要离家出走 就是这么回事 什么呀 是夫妻吵架吗 老爷爷 我看是向老奶奶道歉 早点回家吧 什么我道歉 我绝对不干 何况根本就不是我的错 谢谢小孩 老爷爷 您要是不向老奶奶道歉的话 不就回不了家了吗 男人有男人的志气 我就是不道歉 老奶奶肯定在担心了 不 她是不会关心我的 这就是 为什么要吃你们饭团子的原因了 我在你们这儿住一段时间行吗 小朋友随便就决定了 和道人一起生活啊 这就是 让人记得真早 给我留一个睡觉的地方 我就免费指导你们锻炼身体 怎么走好吗 看来我们得想办法 帮助心灵味道呢 是啊 刚才我们还愿望他们是小偷呢 就帮他们一把吧 吃饱了 吃饱了 吃饱了就碎人生太美了 明白了 如果这次成功了的话 怎么老爷爷和老奶奶就回好了 也就是说用鬼装束 把道人伪装起来 那老爷爷听听老奶奶的真心话 望上才知道老奶奶有多担心她 是啊 道人其实也想回家 如果道人不肯道歉的话 就只有这么干了 好了 等一下课 我们就开始行动吧 嗨 道人爷爷 如果 如果老奶奶她说很担心的话 就请你们和好 好 那个老太太她是不会关心我的 听说 你和道人爷爷吵架了是吗 啊 说什么呀 是道人随随便便就离家出走了 可是 你一个人也真够呛啊 这 已经到 已经到 不知不觉 犯的 走 走 我们可不是就想问这些呀 哦 比如说 你一个人孤零零的不寂寞了吗 其实啊 其实 其实 我做的动萝卜做的太多了 哈哈 小白猴 小猴子 怎么办 必须制止 又开始吵架了 万太郎他们决定和道人也换住了吗 小白猴 好猴子 肚子饿了 有炖萝卜吗 一天炖的好好的 这才是我最爱吃的 你可是变了很多呀 咱人的骨骑都到哪去了 要是这样 一开始就该老老实实的道歉 真是太没提起了 吃老婆做的炖萝卜 味道天下第一 吃老婆